哈喽大家好,我是Cincia,欢迎你回来。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加州这边公立小学跟私立的小学低年级内容和学校还有各方面的课程之间的一个比对介绍。 因为很多朋友在我的空间里面留言,对这个蛮感兴趣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从公立学校开始。 公立学校顾名思义就是国家提供的学校,它是你所居住的区域里面,然后有一个学区画了一个片,根据你的住家地址给你一个学校。 那么理论上来讲,任何人只要是有这个地方的地址居住在这里的话,你就可以去这个学校上学。 所有的费用是免费的,因为它是公立学校。 它的财政的来源在于你所收的地产税,还有你这个区域得到的一个学区的拨款。 这样的好处就是家长可以不用付任何的学费,然后你的小孩也没有任何成绩上的限制,就是不是说你非要考到多少分,你才能够去上这个学校。 它是无条件接收你的,只要你居住在这里,你居住在这里的证明通常是需要两个地址证明来确认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各种的水电器费账单,第二个你可以把你自己的那个网络账单,然后所有的生活上的痕迹,银行给你的那个statement的地址证明。 只要你提供任意两个这样的证明,近期的证明,你就能够很快的去,嗯,录入这个公立学校的体系,然后就可以就进入学了。 但是这个就进入学,有可能不是地理位置上的就进入学,因为它,呃,例如离你家很近的一个学校,但是它却划到了另一个学区,所以还是以你学区给你的一个规则为准。 那么有的朋友就说,如果是我所居住的学区,我旁边的学校我不是很喜欢,我想要到另一个学校去,可不可以? 其实在同一个学区里面,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但是你需要经过另一套的体系, 比如说你去排队,有一个waiting list,还有一个refer system,就相当于是抽奖券一样,比如说你心仪的学校,你就提前的去把你小孩的资料交上去,把报名表交上去,然后就等待他排号或者是摇号,他会抽中你的话,你就中奖了,然后你就可以跨到这个学校去上学,虽然他离你家不是最近的学校,但他有可能排名更好,或者是师资力量更强的话,你是可以去上的。 但是理论上来讲,跨学区的是不行的,比如说你跟旁边的城市是两个不同的学区,但是实际上你跟旁边的城市就只隔了一条街,那样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讲,你只能上自己的这个城市的学区,但是同学区之内不同的小学,是可以去排号,可以去具体的去问,到底他们学校有什么政策, 可以让你来收入进去,可以让你去读这个学校,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因为它是公共的财政的来源,所以他的师生的比例的话,一般都是比私立学校要高很多, 例如以我所居住的这个区域来讲,我们的小学是一个班大概有31、32个学生,那么这个加州的规定是33个以上,就是超过了这个limit了,一个班最多只能到33个学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31个32个,有些时候他来一个,有些时候他走一个,他中途会有一个波动, 例如有些小孩搬家了,或者有些新搬入进来的家庭,但是总体而言,他只能收33个学生,那么33个学生在这个学区里面,他是配了一个全职老师,因为小学的话,低龄年级的小学,他都是一个班主任教所有的科目,他都是叫全科老师,除了你有单独的,像我们学校有单独的音乐老师,然后有单独的体育老师,有单独的艺术老师,这个是有些公立学生的, 学校有,有些公立需要没有的,具体要看你们学校,还有一个机构叫做PTA,就是家委会,我们应该叫家委会,然后是家长组织起来,这些program,这些额外的课程都是有家委会的经费,比如说我们平时捐的款,然后家长捐的款,或者是一些sponsor赞助的公司捐的款,用这些款项来做这些单独的项目,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像音乐课,就是专门请了一个另外的音乐公司, 公司的老师,相当于是一个私人的机构,然后付他钱,让他为这个学校设计一套课程,来给这个学校的学生单独来上,但是整体而言,公立学校他这个经费还是蛮紧张的,所有的经费都没有那么宽裕的情况下,你是不可能得到额外的很多课程的,那么这一个全科老师他教所有的科目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因为老师的经历 确实是占用的非常厉害,他还要管理这个学校,这个班级的所有的纪律方面的问题,还有各种活动,老师就显得非常的疲惫跟累,那么这个时候家长的参与就非常重要,几乎我认识的很多公立学校都会有家长的义工制度, 就是老师会在开学的时候给你一张表,然后你自己家长根据自己能出的时间,去填写这样的一个表格,你愿意在星期几做什么样的义工,一般来讲我们每一天都有两个家长去做义工,那么这个成年人的比例在教室里面的话,在某一个时间段就可以到一比十,比如说一个成年人就管十个学生,或者是甚至更高,如果一天有三个家长可以去的话, 那么这个比例还会下降,有一些时间段我们的学校里面会配备一个助理老师,相当于是一个助教,就是帮助我们的班主任来管理一些东西,分担一些教学的任务,那么这样的话他的比例也会降到一比十五,这样的比例还是算不错的,在公立学校里面,这是要看你自己的学区的规划了,然后第三个可以注意的就是他的课程, 他的课程的话是按照那个common core,就是整个州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标准化流程来执行,你到时候要考的是,到时候需要做的测验,他都是按照标准的流程,有标准的教材,相对于私立学校而言的话,公立学校的教材是非常统一的,就是这些东西要考的,比如说语文,英语,这个是应该是考英语,英语跟数学都是你需要考的reading math,这样的东西,好, 那么公立学校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时间蛮短的,我觉得这个对低年级的小孩,特别是如果家里面是双职工的小孩的话,这个影响蛮大的,以我们学区为例,我们学区,如果是上TK的话,就是在所有的公立体系里面,最低的一个年纪叫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它是最低的一个年龄,收的是四岁到五岁之间的孩子,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它每天只有三个小时二十分钟的时间, 除掉他中途休息的时间,除掉他中途吃饭的时间,其实他真正受教育的时间,也就是两个多小时每一天,所以这个对家长来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要,如果是你不把它放到after school,或者是before school的这个program里面的话,你其实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必须全职的去带他每一天,而且学校还有各种放假的活动, 那么对于,像我现在,我孩子,他的这个年龄段,如果他已经上到full day的话,他就是每天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多,三点就结束了,然后星期三有一个minimum day,他就是到一点半就放学了, 这样对家长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你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去接送他,填补他这个学校,上学和放学前后的这个时间段,你必须要有人去接送, 公立学校的这个时间长短,我个人认为跟他的funding还是有关系,因为有些学校他的那个经费不是很充足的话,他确实需要早一点把学生放回去,或者是我还认识一个学校就是早一点drop off, 因为他那个区域很多家长都是早晨要上班,所以他七点五十就上学了,那么七点五十对于一个五岁的小孩来讲的话,每天早晨去上学真的是很痛苦的, 他七点五十上到十一点多,他这个今天的这个课就结束了,很多家长也会把小孩放在很多私人的公司开的这个after school program里面, 然后你就付费,付费的话可以待到下午六点,像我们这个学区里面就是在campus,在学校的校内就有几间教室是专门用做那个after school program的, 然后你就每一个月,如果是你一到五全部都上满的话,大概付一千块钱,一千多一点左右, 你就可以把这个时间段覆盖到从早晨七点半到下午六点,这个时间段他可以给你全覆盖, 然后如果你只选取其中的某一个阶段来上的话,例如你只上一三五的下午,或者是上一三五的早晨,或者是上五天的半天, 你可以有不同的套餐可以选择,反正这个费用最贵的来讲就是一个月一千多块钱,一千多一点点就可以覆盖到他的整个学习的这个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里面, 如果家里面是两个父母双方都需要工作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服务,但是对于很多我们学区里面的很多家长来讲的话, 他其实是全职在带小孩的,无论是爸爸一个还是妈妈一个,很多都是全职带的,所以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例如说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婴儿车,然后在这个学区里面接送,不停的接送两三个小孩,因为如果你的小孩年级不同的话, 就像我说的小小孩,比如说K跟TK的小孩,他每天只有三个半小时,三个小时二十分钟, 那么大小孩的话,他每天可以长一点,可能有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 这样的结果就是妈妈每天都在这个学校里面转悠,而且如果他有小宝宝的话,他还得带着一个更小的婴儿, 如果他没有小宝宝的话,他自己通常就是在辗转几个班级之间做volunteer, 我在这个班做一个小时,在另一个班做一个小时,或者是我这周哪个星期几做这几个grade, 哪个星期几做其他的grade,而且在公立学校里面,你如果是有field trip, 要外出的,然后或者是学校举办任何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活动, 比如说运动会,或者是义卖会,游园会,做游戏的,唱歌的,跳舞的,打球的, 只要是一个活动,他都需要volunteer,都需要家长来做义工, 所以家长真的很忙,很忙的关键就在于你要捐出各种各样的时间, 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去帮助学校来运营这个事情, 因为学校他人手其实是很紧张的,他的那个management team, 就是管理方的话,我看到的只有很多人,十个人以内吧, 然后各种管理人员,人手都很少,校长每天早晨都在那个学校的drop off 那个地方去指挥交通,我认为他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工作了, 而且每个老师的工作量也蛮大的,任务蛮重的,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公立学校的一个生态, 然后学生需要自己非常自觉的去学习, 因为老师他确实很多时候连家庭作业他都是不批改的, 他都是交给志愿者或者是家长自己在家里就解决了, 那么你要想指望这个公立学校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我真的觉得是蛮难的,好,那么反过来我们又说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的话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很多家长选择他就是因为他的师生比很低, 可以到1比6或者1比8,整个学校的规模普遍而言是要比公立学校要少一点, 人数要少一点,然后场地也要小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的人数比较少,他是私人运营的, 他的经费来源就是家长的学费,然后还有校友的捐款, 例如说你从这个地方毕业了之后,你可以返回过来给这个学校捐款, 那么家长在每一年支出学费的同时,私立学校也有更多的活动, 需要家长参与,那么并不是说你的师生比降下来之后, 你的家长就不用参与这些工作都有老师去给你完成, 其实并不是,因为老师要求你家长参与的程度也是非常高的, 这一点家长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不是说你付了学费, 你就可以不管了,好,然后家长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学校也会给家长分派到一些任务,比如说一些意卖活动, 然后组织一些活动,家长都是需要来参加的, 而且要出钱要出力,要进这个学校之前, 还要有一个严格的面试,越是好的私立学校, 他对挑选声援这方面是非常注重的, 例如他就会先来面试你们全家, 然后看你跟小孩的相处模式, 看你小孩的各种行为,他会有一个assessment, 他会有一个变相的一个测试一样的东西, 有他自己的测评体系,来看你小孩的这个性格啊, 特点啊,特长跟我们这个学校是不是很契合, 然后会跟家长,director一般会跟家长有一个面试, 那么看家长的受教育程度,然后社会的经济地位, 还有各种行为举止,符不符合这个学校的理念, 你们之间的教育,对教育的这个标准的要求, 是不是跟学校是合拍的, 因为比如说有些家长他希望找一个艺术类很强的学校, 那么这个学校有可能是注重数学的,注重reading的, 你就要找一个跟你很合拍的学校, 这样挑选的空间就很大,它是一个双向选择, 就这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有一些很优秀的私立学校, 一些小孩从出生就开始排队, 例如说我知道的一个学校就是小婴儿从出生开始就开始排队, 然后到一两岁的时候就来面试, 这样才能进这个学校的waiting list, 然后学校再来筛选, 看你是否合格,合格的话就进去了, 但是它也有好处就是如果它一旦收了你这个家庭, 一般你这个家庭所有的小孩它就可以持续的就收进来了, 它是有一个symboling的policy, 就是叫什么, 叫那个亲人之间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关照政策吧, 就是如果哥哥姐姐进去了, 弟弟妹妹也很容易就进去了, 它也会给这个家庭提供很大的方便, 让你接送起来更加的方便, 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那么关于课程上面来讲, 我认为以我了解的为例, 在pre-k跟k就是私立的学校里面, 它的课程的设置的课程的精细程度确实, 我了解的是比我我们自己去的那个公立学校要细致很多, 因为它的老师比可以到1比6, 那么它有专门的老师负责每一个星期每一个月的一个主题, 有一个主题的大纲设置在那里, 然后它还有分类的小主题, 可以让每一个老师发挥自己的一个自行的发挥的一个空间, 它不是说规定的那么死, 就是你必须按照这个程序一步一步的教, 因为像公立学校的话, 它有严格的课教教案让你去follow, 然后私立学校的话, 它会给你一个发挥的空间, 让你在这个小的范围之内去做自己的一个规划, 那么这点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可以激发每一个老师的潜力, 然后老师教起来也更有兴趣, 因为它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它的愉快程度跟它投入的程度就要高很多, 那么这个课程普遍而言, 它的程度要比公立学校要深一点, 我认为它是有一点超前的, 比如说四岁的小孩可以学五岁的东西, 五岁小孩可以已经学到六岁七岁的东西, 所以它的程度普遍而言, 每一个小孩还是程度稍高, 因为老师给他的关注度更高, 然后课程更难,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小朋友学不懂, 而是他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一旦他有机会接触到一个他感兴趣的形式, 或者是很好玩的形式, 但是这个内容是超过他自己年龄段的一点点的这个内容, 他其实垫垫脚是能够够得到的, 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教育里面, 确实要给小孩提供各种丰富的stimulation, 就是刺激给他一个experience, 让他去体验不同的东西, 也许你就会发现你小孩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特长, 或者是他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天赋, 好, 我们反过来继续说私立学校, 但是私立学校我认为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相对接触的群体比较集中, 例如都是家庭背景相似的, 经过挑选的这样的差不多的家庭, 家境都差不多, 然后同学之间聊的兴趣爱好生活模式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就会限制在一个小的世界里面, 因为他的人数普遍偏少, 而且campus他的校园的规模普遍偏小, 所以小孩在接触的这个人群上面就比较单一, 这个是一个家长需要考虑的问题, 也许你在私立学校里面接触了同类型的人太多, 那么你就在生活中, 或者你在after school这个时间段, 你就可以带小孩去体验不同的, 多看不同的人生, 多去体会不同的群体, 这样我相信对他将来进入社会还是有好处, 要不然他就像活在一个象牙塔里面一样, 就是一个bubble里面, 一个泡泡里面, 看到的都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开心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去了解真实的世界, what's the real world is, 这个是私校的一个问题, 私立学校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他的activity, 特别多, 就是我们所说的素质教育的这方面, 他的活动上是非常丰富的, 例如每一个节日有表演, 有唱歌, 有举行生日会, 有体育竞赛, 然后有马拉松, 有看木偶戏, 有出去field trip, 还有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私立学校对比公立学校而言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他可以在学校内部就解决掉很多需要家长额外再带出去的东西, 这样一看的话, 其实是节省了家庭的这个精力跟时间的, 他在学校里面有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一个活动, 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么讲了这么多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 其实很多家长都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 我在这里其实并没有推荐大家说一定要选择公立, 或者一定要选择私立, 这个是完全按照你家庭自己的安排, 但是通过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解释, 可能大家对这两个学校之间有一个更深入的, 更全面的一个对比跟了解,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来自行判断你到底是适合什么样的学校, 但是我想总结的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学校, 其实我们光光依靠学校是绝对不够的, 这个是我非常切身的一个感受, 无论是你十分的公立学校, 或者是你排名前五十的私立学校, 这已经是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了, 但是你仅仅依靠这个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 在学校里面的这段时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我接触到非常多真正很优秀的小孩, 非常优秀的家庭, 非常有成绩的教育成绩的成就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 他们都是在额外付出了大量大量的努力, 学校只是他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更大的一个部分是家庭教育, 当然这两个都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之前研究教育理论的时候, 就是说环境到底对一个小孩的影响有多大, 你接触的人, 你看的事物, 你接触到的日常生活, 你接收到的一些信息, 你形成的观念, 你生活的环境, 对你的教育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这一切源自于家庭, 延展到学校, 然后最后进入社会, 这是一个整个体系的一个构建,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 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然后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了解的topic, 想要了解的话题, 我们都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然后我会尽量的去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跟分析, 好, 谢谢你观看,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你点赞分享跟订阅, 然后点开我的小铃铛, 你就可以持续的关注我的视频更新, 好,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